招式3 搶拳回答 全神贯注 在Hi-Teach的IRS当中除了可以拿来做问答 还可以进行一个很有趣的小活动叫做搶拳 搶拳其实就是平常教学当中我们会让学生 看谁举手举最快就可以作答 而在IRS里面我们使用搶拳这个工具 当老师点开搶拳的时候 学生的手机上面对应也会出现一个0 老师点下去的瞬间 最快按下那个0的学生 名字就会显示在上面 请大家找一下在这张图里面 雪人当中藏了一只熊猫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看谁能够最快找到 3 2 1 好 11号的Cassie同学来 请你打开麦克风告诉老师你找到熊猫在哪里 在戴黑色帽子的雪人的右上角 在黑色帽子雪人的右上角 没错他就在这边 所以当同学抢对了之后 如果同一题里面 老师还可以给分 或者是继续进行抢答 而在同个页面的抢答当中呢 也可以去筛选掉已经抢到过的学生 换句话说 每个学生都有机会 透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让学生更加专注在我们课堂当中 招式四 随堂小考 想测就测 在HiTitch 5当中 不只可以进行各样互动的教学 课程最后 如果老师想要进行一堂随堂的小考 同样在HiTitch界面里面 老师不需要换界面 学生的手机也同样待在Web IRS当中 老师可以直接选取我们已经编辑好 放在云端的其中一份试卷 这试卷非常简易的就能够上传 而上传完的试卷 载入到HiTitch里面 老师就可以直接在教师端这边 看见我们当中的每一个题目 而同样的在学生的Web IRS里面 也会看到答题卷 学生就可以在答题卷上面进行作答 而针对大家作答的状况 也能够由老师这边 及时的去掌握我们一个人 现在答题的进度 每一个人的趴数都会显示 在我们老师端的界面上面 例如现在就可以看到 8号同学已经完成70% 10号同学30% 透过这样的数据 能够掌握每位学生答题的状况 而在我们的试卷当中 教师端这里也可以看到 我们各式各样的题目 不管是选择题 或者是后面有我们的 例如像是图片的题型 或者是例如像是 试飞题 填充题 以及还有像是我们的 问答计算题等等的 每一种试题 老师端可以看得见 学生端也可以在Web IRS上面 直接进行作答 当老师停止测验之后 系统就会自动的把我们的测验当中 每一题的主题的答对率 以及成本的分析 马上的做出一个图表来看 而老师也可以针对当中的每一题 去做及时的互动评讲 例如第一题 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答题的状况 答对答错的分布图 以及每一个学生 答了哪一个选项等等的 以上四招就是在 HIGH TEACH 5当中 能够随时在课堂当中 进行的智慧互动 邀请大家一起加入 HIGH TEACH智慧课堂的行列 让您在线上教学 如同现场 学习互动不打折扣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介绍 请您订阅 按赞并分享 也不要忘了追踪我们的 脸书粉丝团 以及LINE社群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